名人搜身 Ella买东西不问价钱 皮包一套万把块 今天搜身的对象是 FH1成员Ella 赶紧来瞧一瞧她有什么法宝 这是帽子 我今天故意点点妆 而且我出门的时候还想到说 我还有一件点点商业 我怎么能不能刷出来 让自己点到底这样 可是其实那样子会有一点疯狂 会有一点像大白点 问她东西多少钱也没有 因为她 我买东西不太 有一点不太计价钱 会不会有时候不按摩接钱 刷到我 就是你在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什么 这么快 她的皮包里套九十万把 快干嘛带这么多现金啊 因为有时候你会先请同事帮你带电 带电什么 那你当然是给她现金会比较方便 因为工作人员有时候 他们报上干嘛 申请是会需要一段时间 可是他们的领薪水是固定的时间 那这样子会对造成他们生活上的困扰 这是那个环保块 然后这是我五川同学送我的环保块的袋子 然后它让我可以带更多的那个筷子 因为很多朋友都出门都不带筷子 所以我会带五双 然后就尽量大家一起用这样子 个性很难开启的Ella 其实很爱漂亮 然后这个 这个是女明星必备的 就是你要擦身体亮度 所以我们就会打在 比如说骨头的地方 这个 这是这什么 这是什么 锁骨 我看她你说吃骨 所以我在这里 看化妆包里的东西 更是要什么有什么 但看半天 都没用到她蛮有公司的品牌 没有接触 动新闻撇得真干净报道